一 袁曹关渡之战 却说袁绍兴兵 望关渡进发 夏侯顿发书告急 曹操起军七万 前往营地 刘巡御守许都 少兵临发 田丰从狱中尚书见月 今且已敬手以待天时 不可望心大兵 恐有不利 冯继赠曰 主公兴仁义之师 田丰何得出此不祥之语 少阴怒 御战田丰 仲官告免 少恨曰 戴吾破了曹操 明正其罪 遂催君进发 惊其遍野 刀剑如林 行之阳武 下定寨诈 举授曰 我君虽重 而勇猛不及彼君 彼君虽精 而粮草不如我君 彼君无粮 必在极战 我君有粮 一切还手 若能旷以日月 则彼君不战自败矣 少怒曰 田丰漫我君心 无回日必斩之 辱安改又如此 赤左右 将去收索进军中 待我破曹之后 与田丰一体之罪 于是下令 将大军七十万 东西南北 周围安营 连落九十余礼 细作坛之虚实 抱之关度 曹君心道 文之皆具 曹操与众谋时商议 行优约 少君虽多 不足俱也 我君具精锐之事 无不易以当时 但立在己战 若千言日月 粮草不敷 是可优异 曹曰 所言正和无异 遂传令军将鼓噪而尽 少君来迎 两边排成阵势 审配波奴手一万 浮于两亿 弓箭手五千 浮于门旗内 月炮响齐发 三通古霸 袁绍金亏金甲 紧袍玉带 立马阵前 左右排列着张和 高兰 韩蒙 纯鱼穷等珠江 惊气节悦 盛事严整 草镇上门旗开出 草操触马 许珠 张辽 徐晃 李典等 各持兵器 前后拥卫 曹操已编指袁绍曰 无于天子之前 宝奏你为大将军 今何故谋反 少怒曰 汝托明汉象 实为汉贼 罪恶弥天 甚于忙 拙 乃反无人造反夜 曹曰 无今奉照陶辱 少怒 无奉一代照陶贼 曹怒 使张辽出战 张台越马来迎 二将斗了四五十和 不分胜负 曹操见了 暗暗称奇 徐楚挥刀纵马 直出驻战 高兰挺枪接住 四元将捉对而厮杀 曹操令下侯敦 曹洪 各引三千军 其冲比阵 沈配建曹军来冲阵 便令放弃号砲 两下万弩并发 中军内弓箭手 一起拥出阵前乱射 曹军如何抵敌 望南起走 袁绍驱兵掩杀 曹军大败 进退至关渡 袁绍宜军逼近关渡下寨 沈配约 今可拨兵十万手关渡 就曹操寨前筑起土山 令军人下室寨中放剑 曹若弃子而去 无得此哀口 许昌可破译 少曾之于各寨内选惊状军人 用铁锹土丹 骑来曹操寨边 雷土成山 曹营内建援军堆住土山 御带出去冲突 被审配公儒手 当住咽喉要路 不能前进 十日之内 铸成土山五十余座 上立高鲁 分拨公儒手鱼 起上射箭 曹军大聚 接顶着遮箭牌手鱼 土山上一声帮子响触 剑下如雨 曹军接蒙顺伏地 援军呐喊而笑 曹操建军慌乱 集中谋逝问计 刘叶近月 可作发石车已破之 曹领叶进车室 连夜造发石车数百成 分布营墙内 正对着土山上云梯 后弓箭手射箭时 营妹一起拽动石车 炮石飞空 往上乱打 人无躲处 弓箭手死者无数 援军皆好骑车为霹雳车 由是援军不敢登高射箭 审配右线一计 领军人用铁锹按打地道 直透曹营内 好为绝子军 曹兵望见援军于山后绝土坑 抱至曹操 曹又问济于刘叶 夜曰 此援军不能功名而功安 发觉福道 欲从地下透盈而入耳 曹曰何以预知 夜曰 可绕营绝长欠 则比福道无用也 曹连夜差军绝欠 援军绝福道到前边 古不能入 空废军力 却说曹操守关度 自八月起 至九月中 军力建伐 粮草不济 亦遇其关度退回许昌 迟一未决 乃作书遣人 赴许昌问玄遇 欲以书报之 书略曰 成尊命 使决进退之仪 亦以袁绍系众 据于关度 欲以民工却胜负 功以之若当之强 若不能治 必为所成 是天下之打击也 少君虽重 而不能用 以功之神武明哲 何相而不济 今君时虽少 未若楚 汉在行阳 成高兼也 功今化帝而守 恶其侯而使 不能进 勤见世杰 必将有变 此用其之时 断不可施 为民工才查阉 曹操得书大喜 令将士效力死寿 却说许优暗部出营 尽头曹寨 福禄军人拿住 优约 我是曹丞相顾有 快与我通报 说南阳许优来见 君士忙暴入寨中 石操方姐一歇息 闻说许优私奔到寨 大喜 不及川旅 险足出营 摇见许优 府长欢笑 携手供入 曹先败余地 幽荒扶其曰 功乃憨相 无乃不依 何千功如此 曹曰 功乃曹故有 岂敢以明觉相上下乎 幽曰 某不能择主 去身袁绍 言不听 既不从 今特弃之来见故人 愿此收路 曹曰 子远肯来 无事既已 愿即交我以破少之计 二 无畏赤壁之战 小编倒独 官渡之战 曹操即败袁绍 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 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 尤其是大英雄的一生 更是要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挫折与魔力 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天将将大人于世人也 曹操的雄心 是要统一中国 消灭割剧 消灭战争 给人民建立一片安宁的家园 在曹操向南方的无数金军的时候 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赤壁之战与官渡之战一样 都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力 三国演义忠用了好几个回幕 来写这一场精彩的战争 有战前的各种铺垫 也有战后的无尽余波 篇幅有限 小编锦选取战争高潮的一部分供大家阅读 更多有意思的精彩内容 欢迎同学们走进原著去阅读 黄盖在第三只火船上独披眼心 手提利刃 骑上大叔先锋黄盖 盖成一天顺风 望迟笔进发 适时东风大作 波浪汹涌 操在中军遥望隔江 看看月上 照耀江水 如万道金蛇 翻波细浪 操迎风大笑 自以为得志 呼一君只说 江南隐隐一蹴翻慢 使风而来 操平高望之 暴称 皆插青龙崖旗 内中有大旗 上书先锋黄盖名字 操孝曰 功夫来将 此天助我也 来船渐进 成欲观望良久 为操曰 来船必诈 且休焦近债 操曰 何以知之 成欲曰 梁在船中 船必稳重 尽管来船 轻而且伏 更坚今夜东南风甚进 唐有诈谋 何以当之 操醒悟 便问 谁去指之 文聘曰 某在水上泼熟 怨情亦往 言必 跳下小船 用手一指 十数之巡船 随文聘传出 聘礼于船头 大叫 丞相君旨 南传且休近债 旧将心抛住 众军齐喝 快下了棚 言未决 功贤响出 文聘被剑射中左臂 倒在船中 船上大乱 各自蹦回 南传聚操寨 只隔二里水面 黄盖用刀一招 前船一起发火 火尘风微 风筑火势 传入剑发 音艳掌天 二十只火船 撞入水寨 曹寨中船之一时 近战 又被铁环锁住 无处逃避 隔江炮响 四下火船起到 弹剑三江面上 火烛风飞 一派通红 漫天彻底 曹寨回关 岸上迎寨 挤出烟火 黄盖跳在小船上 背后数人驾舟 冒烟突火 来寻曹寨 操见时机 风雨跳上岸 护张辽嫁一小脚船 扶曹下的船石 那只大船 已自着了 张辽与石树人 保护曹操 飞奔暗口 黄盖望剑 穿将红袍 跑着下船 料是曹操 乃催船速进 手提利刃 高声大叫 曹贼休走 黄盖在此 曹教苦连生 张辽念功大剑 去着黄盖较近 一剑射去 此时风声正大 黄盖在火光中 那里听得弓弦响 正中煎窝 翻身落水 却说当夜张辽 一剑射黄盖下水 旧的曹操登岸 循着马铁走时 军已大乱 韩当冒烟突火 来攻水寨 胡听的士族报道 后烧舵上一人 高叫将军婊子 韩当细听 但闻高叫 一攻就我 当曰 此黄公赴也 急叫就起 见黄盖附件这伤 咬出剑杆 剑头陷在肉内 韩当即为脱去十一 用刀弯出剑头 扯其树枝 托自己战袍 与黄盖穿了 先令别船送回大寨一帜 连来黄盖身之水性 故大汗之时 和贾舵江 也逃得性命 却说当日满江火滚 汉声阵地 左边是韩当 蒋亲两军 从赤壁西边沙来 右边是周台 陈吾两军 从赤壁东边沙来 正中是周瑜 陈浦 徐胜 丁凤大队传之都道 火须兵英 兵战火威 此正是 三江水战 赤壁熬兵 曹军这枪中剑 火焚水逆者 不计其数 后人有诗约 魏武争斗绝雌雄 池笔楼船一扫空 逼火出张照云海 周郎曾此破曹宫 又有一绝云 山高跃小水茫茫 坠探前朝歌剧茫 乃是无心迎魏武 东风有一便周郎 不说江中熬兵 且说甘宁令菜中引入曹寨深处 宁将菜中一刀砍于马下 就草上放起火来 吕蒙遥望中军火旗 也放石树触火 接应甘宁 潘张 董席分头放火呐喊 四下离古生大阵 曹操与张辽引百于其 在火林内走 看前面无一处不着 正走之间 毛戒旧的文聘 引石树起到 曹令军寻路 张辽指导 只有乌林地面 空阔可走 曹敬本乌林 正走间 背后一军赶到 大叫曹贼修走 火光中现出吕蒙旗号 操催军马向前 刘张辽断后 底底吕蒙 却见前面火把又起 从山谷中拥出一军 大叫 灵筒在刺 曹操肝胆揭 忽刺协理一镖军道 大叫 丞相羞慌 徐晃在此 彼此混战一场 夺路望北而走 忽见一对军马 吞在山坡前 徐晃出问 乃是袁绍手下将将马延 张义 有三千北地军马 列寨在笔 荡夜间满天火气 未敢转动 恰好接着曹操 曹教二将以一千军马开路 其余留着护身 操得这只生命军马 心中烧安 马延 张义二将飞起前行 不到十里 喊声气触 一雕军出 为首一将 大呼约 吴乃东吴甘兴罢也 马延正与交锋 早被甘您一刀斩于马下 张义挺枪来营 您大喝一声 已措手不及 被您手起一刀 翻身落马 后军飞报曹操 曹此时指望合肥有兵就应 不想孙权在合肥路口 望见江中火光 致使我军得胜 便将陆迅举火为号 太是辞见了 与陆迅合兵一处 冲杀将来 曹只得望一林而走 路上撞见张和 曹林断后 纵马加鞭 走至五更 回望火光渐远 曹心方定 问曰 此时何处 左右曰 此时乌林之西 宜都之北 曹见树木丛杂 山川险峻 乃于马上仰面 大孝不止 朱将问曰 丞相何故大孝 曹曰 无不孝别人 单孝周虞无谋 诸葛良少知 若是无用兵之时 欲先在这里扶下一军 如之乃何 说由未了 两边鼓声震响 火光静天而起 惊得曹操几乎坠马 此邪里一镖金杀出 大叫 我赵子龙奉军师降命 再次等候多时了 操叫徐皇 张和双敌赵云 自己冒烟突火而去 子龙不来追赶 只顾抢夺旗帜 草操地拖 天色微明 黑云照地 东南风尚不息 忽然大雨倾盆 石头衣甲 操与军师冒雨而行 诸军皆有积色 操令军师 往村落中截掠粮食 寻觅火种 方于造饭 后面乙军赶到 操心甚慌 原来却是里点 徐楚保护着众谋士来到 操大喜 令军马且行 问 前面是那里地面 人报 一边是南一陵大陆 一边是北一陵山路 操问 那里头南郡将陵去尽 军师丙曰 去南一陵过葫芦口去醉变 操叫走南一陵 行至葫芦口 军皆积美 行走不上 马一困乏 多有岛鱼路者 操叫前面暂歇 马上有带的锣锅的 也有村中绿的两米的 便就山边捡干处买锅造饭 割马肉烧吃 紧接脱去十一 鱼风头吹晒 马接摘安野放 燕摇草根 操作鱼树林之下 仰面大笑 众官问曰 是来丞相笑周瑜 诸葛亮 引惹出赵子龙来 又折了许多人马 如今为何又笑 操曰 无效诸葛亮 周瑜毕竟智谋不足 若是我用兵时 就这个去处 也埋伏一镖军马 以一代劳 我等纵然拖的性命 也不免重商议 必见不到此 我是以笑之 郑朔坚 前军后军一起发函 操大金 七甲上马 众军多有不及收马者 早见四下火焰不合 山口一军摆开 为首乃燕仁张义德 横毛立马 大叫 操贼走那里去 助军众将见了张飞 进阶坦寒 徐处其无安马来沾张飞 张辽 徐晃二将 纵马也来加工 两边军马混战做一团 操仙拨马走脱 朱将个子脱身 张飞从后赶来 操仪里奔逃 追兵渐远 回顾众将多以带伤